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本周的足球周报 前身为高雄阳性女足的高雄Attackers FC 今年为高雄的足坛开启崭新篇章 在2024年高雄Attackers宣告将建立一个专业的女子足球环境 让选手们能够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 为比赛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准备 并延长他们的选手生涯 而去年正式成军的Vikings男子足球队 在第一个赛季中就成功从乙级晋升到企业甲级联赛 除此之外球队还获得北市府的冠名 成为台北Vikings男子足球队 迈向新的里程碑 一起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的介绍吧 I LOVE FOOTBALL LET'S GO 连续三年在木兰联赛中拥过季军的高雄阳系女足 今年以崭新的名字高雄Attackers先锋女足再度出发 此次不仅仅是改名 阵容也升级成2.0版本 包括两名日本球员平田兴与三目两美 以及香港籍的韦婉婷 还有在加拿大长大的柬埔寨国角Millenium Hofstra 以及秘密武器增赎俄 这支强大的队伍在新球季剑指冠军 而Taggers先锋女足最大的后盾 是经营健身工厂的国文健康事业 当时在开季记者会上 母企业就表示希望打造从U8到U15的完整足球产业链 并连结到成人使整个训练系统化 本季高雄先锋的票务将维持主场日售票 并推出计票 为台湾足球的产业化探索出一条新路 除此之外 球队今年也与文藻外语大学及大阪女学院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这是高雄Attackers先锋女足 首次与国内外优秀学校签订MOU 为拓展台湾和日本青少年运动选手的交流管道 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开创了体育与教育交流的新篇章 目前木兰足球联赛进行到第二轮 Attackers先锋女足以两胜三合一败 占据第三 仅落后新北行员及台中南京 让我们继续期待先锋女足的表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第一次穿有自己中国名字的球衣 跟去年就是前两年的球衣的颜色差也比较大 有朝气有活力 然后是像太阳一样温暖的黄色 这件新球衣对我来说蛮重要 因为这就是战袍 所以当然穿下去但是冲击十足 今年有很多计划 我感觉到新的风景 加入这个球队当然是希望用我以往的经验 带动球队这样子 把这一场比赛的角色 是コトーマ人、对著名人的角色 我非常兴奋的 我非常兴奋的 我感到很高乐 我觉得我们很高颜色的队友 现在最高预备的队友 我当然预算是 要赢得到的 这一场比赛的队友 我对这一场比赛的队友 我自己的选择是100% 我希望能够呈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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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货场—— 在最前几个队友 对比赛的球员 这是我勝利的队友 所以,我希望能力量的差點 而在比賽中,我希望能夠力量 為了隊友的力量 今年對於自己的個人目標是 把自己的身體強度提高 幫助球隊拿到 拿到那個 因為我們前兩年也是設立了一樣目標 但是我們都是一樣維持第三米 所以今年就是想要把這個遺憾達成 用新名字 新氣象 然後那個 對於球隊 我希望我是可以當橋梁 就是去理解隊友的相報 然後也要去理解教練他想要的東西 然後去達成共識 對 然後朝我們那個目標前進 不開心給他漂亮 這個推射 超進了 梅拉妮 在上半場要中良的時候是攻進了 這場比賽雙方的第一顆的進球 這個球難道有機會嗎 梅拉妮 球進了 沒開得度啊 這個球 藍金真的是掉的位置 實在是太糟了 這個球有到右邊路一個碰當 非常有機會 快有殺進來了 第二個門錯 這個球攻進了 非常漂亮的一波的快速進攻啊 我們看到左邊路走本奈緒 垃圾不落地把球被攻進去了 這波進攻真的是來得非常的精彩 奈緒環弱了 再往裡面掉非常的強勁 一路來到門進攻 高雄 Attackers 1-0 領先 第10分鐘 靠著來自左翼的這個低屏強襲的傳球 來到了球門前 輕鬆地把它擺進 對手 對手 還開這個角球 高度還不錯 麅里在頂攻 2-0 這個角球進攻 沒有人能夠在高度上 來跟他 一起做攻防啊 稍後回來 鏡頭繼續帶您 看到氣甲的新勝利軍 台北Vikings男子足球隊 歡迎回來足球周寶 台北Vikings男子足球隊的成員 來自世界各地 帶來了豐富的多元文化和足球經驗 丹麥籍總領隊蔡金龍 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台灣女婿 14年前 她為了給唐氏鎮的女兒 提供更好的醫療資源 與台灣太太舉家搬到寶島台灣 從小就接觸足球的她 將這份熱愛與專業帶到台灣 從基層開始升更 一路扶植球隊 從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直到成立Vikings男子足球隊 去年正式成軍的Vikings男子足球隊 第一個賽季就成功從已極 競爭到企業家庭聯賽 並與台北市政府合作舉辦冠名記者會 球隊的成就不僅僅在於比賽 還包括積極參與青少年足球教育和國際交流 台北Vikings的教練團隊 不僅致力於訓練球員 還帶著約500位孩子練球 積極推動足球在社區中的發展 目前台北Vikings在氣甲的戰績 是零勝一合七敗 期待他們可以再持續努力 盡快拿到本季的第一勝 開始 跳 對 14年前 台灣沒有很多球賽 尤其是在台北 這裡的球賽 並不是我經常的球賽 我認為當時很可憐 很可憐 在台灣當然會有擔憂 主要部分是 台灣足球風氣沒有那麼好 你沒辦法用足球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國外的話 我這個年紀二十幾歲了 已經到高級聯賽了 台灣就是不太會給薪水這樣 這就是台灣足球的現況 根據統計 今年台灣足球世界排名159名 我們面臨著資源稀缺 人才短缺的狀況 但Johnny夫婦早在14年前就來到台灣 至今仍持續在推廣足球的道路上努力 在女兒出生的時候 就是唐寶寶 跟Johnny討論之後 我們想說先回來台灣一兩年 讓女兒的身體先好轉 然後再決定是要留在台灣還是回去登馬 我們那時候還是會去我家附近的一個國小 去那邊踢球 常常去每天去 然後就有小孩問說可不可以加入我們 因為有更多孩子 他們告訴我一個很困難的故事 他們不能進入球隊 所以現在就要放棄 他們不能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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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覺得好吧都這樣了那就支持吧 過去為丹麥前職業足球員的Johnny協助孩子追尋夢想 無償教導孩子踢球 帶著選手飛往世界各地進行交流 如今FC Vikings 競爭台灣職業甲族聯賽 距離代表台灣出國比賽 只差最後一里路 我們從大學層到第二層 我們現在在台灣零 Garrigan 這裡是大 我們要來一次的 Zur倫 南部足球員 我們有四個組員 有五個組員 或過頭 esemp 我感 mounts 的刀 很大的金费缺口 夫妇俩曾法拍丹麦的房子 他们不舍孩子们放弃梦想 也不舍得台湾足球失去踢上国际的机会 如果我们没有支持 就会很难继续 因为我还没有赶紧 我的钱都失去了 如果没有支持 我看不到一年会有一个游戏 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是这么难的 我感觉我会帮助人们 帮助家和父母 和政府提供一些 ideas 但在那时我感觉到很难做 这种事情 我当时真的不努力 如果我能继续继续 或者回到我的普通生活 我们建立了很多东西 所以是很困難讓所有的孩子 都在這個系統上 因為我們仍然想給他們一個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一直在推動 也就是為了支援 在台灣,足球環境其實也越來越好 搞不好在未來某一天 台灣的足球也可以像國外那樣子 希望當然會有更多企業 更多資金可以維持足球這個運動產業 希望大家能夠更關注台灣的足球 像棒球現在也可以去做滿很多人 希望以後足球也能達到這個目標 FC Vikings已經準備好 這些年與丹麥、日本等國進行足球交流 累積豐富的實戰經驗 為的就是明年能夠代表台灣踢上國際 夢想就差最後一里路 支持孩子追逐他們的夢想 未來也會是照耀台灣的國際之光 跳往內線以後 這邊Mathias有一個射門機會 Go! 台北Fighting 新加德第一個進球出現了 還是來自正宗可以算是在台灣踢球經驗最豐富的球員之一 立馬成軍給到Mathias有射門機會 這球進了 Go! Massive Vikings Benchy上前之後 節奏的變換 這球進了 Go! Go! Benchy 為了要防守他而去不斷地往邊線 去做移動 這次的遠射 哇 這球進了 Go! 間區外的這一季 世界波 打穿了台灣神火王伯漢的防線 再次的分給楊成俊 這次看看會不會成功地進行一個防守板擊的Benchy 有空門的機會 這球進了 EQUALISER 一個一面對對手防守的情況之下 很難移動行星 左腳上門 這球進了 哇 這次可以看到防守選手的場面 在真珠珠不是太過於急動的情況之下 嚴家恩 左腳的控球 往左邊一趟之後 大穿了 不吐落的大門 稍後回來 帶您回顧氣甲和木蘭聯賽的精彩進球 技甲聯賽第二循環第九輪在全台3D如火如荼開打 首先看到衛冕軍男士台綱交手目前聯盟電敵的台北Vikings 賽前各界都認為市場懸殊的對決 卻沒想到升班馬Vikings在開賽不久就提出驚人表現 第二十二分鐘 陳一安趁著台綱後衛回傳給門將過於大一的傳球 讓他四肌找到機會向前斷球 接著緩過10美元輕鬆破網 Go! 只是這一顆跌破眼鏡的進球並沒有讓台北Vikings高興的太久 因為第26分鐘台綱的反擊馬上出現 腳球機會由油家黃操刀 開進來要找前點隊友時 沒想到台北Vikings三號的劉凱瑞想要解圍卻弄巧成拙 把球頂進自家球門 鬧了大無農 而親手斷送領先的Vikings就像洩了氣的皮球 加上下半場男士台綱在進攻端持續下猛藥 黃少奇在左邊路持續推進 計算好距離後完美掉給拖車跟進的科爾特斯 偷吹破網 Go! 而取得2比1領先的衛冕軍全勝追擊 第84分鐘輪到科爾特斯再右路盤球 塞給地補上場的林明偉踢進保險分 也把領先優勢擴大到2球 至此台北Vikings無力回天 中場男士台綱就以3比1拿下6連勝 持續穩坐 氣甲龍頭寶座 鏡頭轉到男子足球場 來看到台電對上台灣石骨的強強對決 在南台灣的艷陽以及高溫下 雙方前45分鐘踢得略顯皮態 都沒有任何進障 直到上半場的商品補師階段 才由台電這邊的圖教杰跳出來 進去外騎腳的世界播 Go! 失破天津的一擊 除了幫助台電掀持得點 也為下半場的猛勾拉開序幕 第51分鐘這一次輪到陳昭安 斷球之後在禁區外行進間騎腳 Go! 能不防再上演一技世界播 如此高水準的射門 讓十五後防線只能望求心態 而台電也越踢越順 57分鐘替補上場的吳予凡 也有樣學樣 同樣是禁區外的遠射進了 加上這一顆進球 台電在本場比賽出現了三發重砲遠射 把十五轟得魚頭轉向 第63分鐘 吳亦凡在上演一技行進間的精彩射門 個人完成擬開二度 也徹底讓比賽失去懸念 中場台電就以4比0獲勝 第二循環兩場比賽 狂進8球 好取2連勝 戰績把衝上第3 再來看到輔大足球場 地主新北行員 迎戰名傳大學的比賽 在雨天濕滑情況下 雙方一開賽就出現不少肢體痛撞 甚至產生一些言語衝突 還好經過隊友以及教練的安撫 克制得當沒有進一步產生衝突 不過兩隊也吃到不少張黃牌 比賽局勢陷入膠著 下半場就在兩隊顆粒5收的情況下結束 來到下半場率先出現攻勢的 是明傳大學 第59分鐘腳球機會 由雄骨大和操刀開進來 尤耀心從人群中煞出來頭槌 進了啊 用漂亮的跑位 創造出空檔打入進球 明傳大學在尤耀心的精彩表現下 突破僵局 不過地主隊可不會輕易放棄 第73分鐘 行員也是繳球機會 潘彦宏這球開得雖然有點過頭 不過周宇杰針點時把球點到地上 明傳大學後防線試圖大腳解圍 卻因錯陽差踢進了自家球門 這個烏龍球也讓筆數回到原點 自此雙方再無見數 中場兩隊1比1握手言和 最後看到陽信北進在自家主場 遭遇強敵台中Futuro 賽前下棋滂沱大雨 也讓本場比賽延後半小時才正式排題 陽信北進在上半場頻頻組織攻勢推進 帶上上陣的楊家寶不斷跑動尋求機會 內田潤、黃偉傑、蔡夢成等人也嘗試出角 可惜沒有成功設陣 總是欠缺靈門一角 第36分鐘Futuro這邊也做出了回應 從邊線發進進區後 以頭錘進攻大門 不過片田千城大手一波 守住防線 半場結束兩隊戰成0比0 來到下半場第48分鐘 Futuro這次的腳球機會雖然失敗 但是上人破狼積極的拼搶把球拳給要回來後 從左邊路大腳穿中 有埋伏在門前的年輕後衛蔡傑勳頭拳破網 1比0Futuro大破僵局 雖然陽性北進多次換人加強攻擊力道 但和上半場一樣 就是欠缺靈門一角 最終Futuro就以一球之差踢管成功 持續穩坐聯賽第二的位置 再來把焦點轉移到木蘭女足聯賽 第二循環在本週同樣進行三場賽事 首先看到衛冕軍排名第一的台中藍金 對決第三的高雄先鋒 上半場雙方沒有任何進球 鏡頭直接快轉來到下半場 第70分鐘台中藍金的腳球機會 希拉腕操刀開進來由黃可星在門前投錘 這一球剛剛好越過球門線 台中藍金GO 取得了1比0的領先 不過作為地主隊的高雄先鋒 可不會這麼輕言放棄 第85分鐘曾淑兒 接傳給洛琳梅里遠射打進球門死角 高雄先鋒在比賽末段強勢追平了比分 而直到少英中了千 雙方都南越雷池一步 最終1比1 兩隊各自進帳1分積分 再來是台北雄戰PLAY1 來到輔大足球場踢管地主行北航員 上週讓出聯賽第一的航員乳足 此役重新調整後再出發 台賽第26分鐘 陳彦平進區外遠射 被雄戰門將曾敏賢 跳起來籃下 但球在沒拿穩的情況下脫手 反而讓老將李秀琴搶先一步 在門前撿漏GO 這也是李秀琴個人本季的第三顆進球 幫助行員限制得點 而這一分相當的寶貴 因為來到下半場之後 雙方都再也沒有任何進球 最終新北航員1比0守住組場 加上台中藍金踢合 讓航員重新站上聯賽防守的寶座 最後是花蓮女足與戰神MARS的對決 兩隊在開賽前的排名上 花蓮女足是第六 戰神這邊則是第五 因此本場比賽將是一場擺脫墊底之爭 也踢得格外激烈 雙方上半場 戰神0比0平手 直接快轉到下半場第70分鐘 戰神這邊的前場在對方進去內 漂亮的短傳配合 讓普希惠找到機會起腳破門 有了 而戰神MARS就靠著這一球 最終以1比0顯勝 傷給花蓮女足四連敗 同時戰神也一口氣超越台北熊站 來到聯賽第四的位置 感謝您收看本集的足球週報 我們下次再會囉 感謝大家